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是家里的老大 却是爸妈的第三个孩子 上面两个姐姐因为性别不对都被拿掉了 小诊所的医生笃定我是个代把的 可惜我姑姑坠地 还是个女儿身 我是女儿 爸妈大失所望 可他们还是没放弃 做贼一样东躲西藏 五岁那年 妈妈总算生下了弟弟 因为超生 爸爸的工作丢了 家里的东西也被搬空 妈妈躺在两块门板拼成的床上 看着墙堡里的弟弟笑 总算不用再怀了 奶奶抱着弟弟喜笑颜开 再生个儿子 将来贵才也有兄弟撑腰 贵才这个名字是怀我时就取的 到如今终于用上了 奶奶得了金孙很开心 抱着弟弟满村炫耀 炫耀完就扔回给妈妈 他逼着爸妈生儿子 却从不帮忙带 爸爸丢了工作 家里捉襟见肘 月子里 爸爸去奶奶的鸡窝摸两个鸡蛋给妈妈吃 被奶奶追着骂了一天 就你金贵 我当初生孩子三天就下地干活 天天喝得稀饭 现在不照样好好的 爸爸兴兴地把鸡蛋又还了回去 妈妈一边给弟弟喂奶一边哭 我上前帮他擦眼泪 他直勾勾盯着我 轻声道 你要是个男孩该多好 我也不用遭这罪 第二天 我去村口的理发店 把自己的长发剪成了平头 我开开心心回家 告诉妈妈 你看 我现在是男孩了 妈妈和奶奶轮流骂我 你的头发那么长 至少能卖二十块 你怎么那么蠢呢 你就是把头发剃光 也成不了男孩 奶奶骂完我后 冲到理发店 去找老板要我剪下来的长发 一番争吵后 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了 同龄的孩子笑话我 男不男女不女 周小燕是小怪物 过完年 弟弟满了半岁 爸妈决定带着弟弟去浙江打工 把我留下给奶奶 临行前 妈妈拉着我的手 带着愧疚 你爸一个人去那边 我不放心 弟弟太小 我也不敢给你奶奶照顾 你在家要乖 等我回来给你买糖吃 我哭着求她留下来 我以后永远都不吃糖了 只求别把我独自留给刻薄又凶恶的奶奶 她不耐烦了 紧紧皱着眉甩开我的手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时间来不及了 我得走了 我追着老旧的大巴车 一直跑一直跑 在车轮扬起的厚厚黄土灰里 遗失了父母的踪迹 村里的留守孩子很多 但我应该是比较惨的那个吧 我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 做饭洗衣服 喂猪喂鸡割猪草 连奶奶的内裤都是我洗的 我小心翼翼不招惹她 可她打牌输了 还是会拿我撒气 用灶上咬出的热水浇我头上 曝光我的衣服 将我推到院子里 用竹扫把狠狠抽打我 结冰的天 她让我用屋外水缸里咬出的冰水洗脚 折磨完我后 她继续出门打麻将 我独自睡在偌大的一幢砖头房里 夜风吹动后山的树木 发出乌乌的哀鸣 我用两床被子紧紧裹住自己 将自己缩成小小一团 抵抗着疼痛 孤独与恐惧 一开始 妈妈会在每周六晚上 七点多打电话回来 我每每五点就吃好饭 等在留婶子家 我总是说不了几句就哭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总说 你嘴甜一点勤快点 别惹她生气 或许是嫌我烦吧 慢慢地 电话变成了两周一个 天冷之后 变成了一个月一次 但她还是答应我 过年回来会给我买一身新衣服 还会给我带这匠那边最好吃的糖 日盼夜盼 到了过小年这天 妈妈打电话回来了 我满怀期盼 七伯五叔他们都回来了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呀 小燕 票太紧张了 我们没买到 等过完年妈妈再回去看你 电话那头南方呜呜的寒风 似乎顺着话筒线钻进我的耳朵 直打我的心房 我再也控制不住 吼道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 你答应过我的 妈妈敷衍地安抚我 那头弟弟哭闹起来 含糊喊着 牛奶喝牛奶 我听到妈妈语气温柔 乖儿子 不闹 妈妈一会就给你买 我唤了一声 妈妈 她已然不耐烦了 买不到票回不去 我跟你爸也没办法 谁还想在外地过年 你就不能懂点事吗 行了 你弟饿了 我先挂了 妈妈 其实我本来是想说 不买糖不买衣服也没什么 你跟爸爸别那么辛苦 但 你根本不在乎 过完年 能买到票了 他们还是没回来 反正年都过完了 回来似乎已经没有意义 我 不是他们放在心肩上的牵挂呢 奶奶春节 打麻将天天输 咒骂我是扫把星 拿炒菜的锅铲狠狠敲我的头 砸出的包食来天都没消 春归的燕子在我的窗户下垒了我 我割猪草时 捡到一只被遗弃的小黑狗 我用剩饭剩菜喂她 她天天晚上会趴在我床边陪我睡觉 早上 她摇着尾巴 送我上学 放学她掐着点在村口等我 我的生活里 有那么多 伤心难过 也有许多细碎的新鲜与温暖 可是 我不再期待与妈妈分享 又是两年过去 他们总算买到了回家的票 村里人都问我 你爸妈和弟弟要回来了 你很开心吧 不 或许我的期望和欢喜 早就被一点点消磨光了吧 腊月二时 爸妈拖着大包小包回来了 她给我买了一包糖 我刚打开拿了一颗 弟弟就过来抢袋子 我死死拿着不放 妈妈道 你是姐姐 让着弟弟点 他不会吃你的 他都吃腻了 果然 弟弟抢过去后 就吃了一颗 剩下的全扔地上了 我等待几年才得到的奖励 原来是弟弟 看都不看的边角料 我还在妈妈的 行李箱里看到了相册 我还以为是给我买的书 结果翻开非夜 里面爸爸妈妈和弟弟 他们开心地依偎在一起 原来是全家服 没有我的全家服 妈妈给我买了件红色的羽绒服 迫不及待让我试试 衣服很长 快到脚后跟 袖子更是像唱戏的 妈妈有点尴尬 王姐家女儿也是八岁多 穿着正合适 你怎么没长个呀 奶奶欢欢喜喜试着自己的衣服 瞟我一眼 小孩子的衣服就要买大点 可以多穿几年 大年三十 我穿着袖子被挽到胳膊的新衣 过门槛的时候被绊倒 磕出一嘴的血 奶奶张嘴就骂 大过年的你不长眼睛 见了血多晦气 你是不是巴布的我早点死 弟弟跳起脚哈哈笑 你好蠢哦 他大步跨过门槛 蹲在我面前指着我脸上的血哈哈笑 蠢货蠢货 妈妈笑盈盈看着他 都没人叫你 你从哪学得骂人的话 小黑一直趴在角落里睡觉 此刻突然冲出来 呲牙对着弟弟汪汪叫 弟弟吓坏了 往后一仰 后脑勺磕到门槛上 痛得眼泪鼻涕齐流 爸妈急坏了 一口一个心肝宝贝安慰 弟弟指着小黑嚎啕大哭 打死他 打死他 我下得赶紧把小黑官到柴房里 他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 汪汪叫个不停 出八那天 同族几个书拜来家里找爸爸喝酒 小黑闻到生人味 又汪汪叫 弟弟下得赶紧钻进妈妈怀里哭 爸爸指着柴房 笑道 家里这只狗太讨嫌 咱们今天抓了杀起做个狗肉火锅吃吧 几个大男人说着就往柴房去 我的血直冲脑袋顶 怯懦得 我不知从哪来的勇气 非一样地冲出去 紧紧抵住柴房门 爸爸 别杀小黑 求你别杀他 小黑感应到我激动的情绪 大声汪汪汪 爸爸不耐烦了 到一边去 别碍事 冬天的狗肉火锅最好吃 一会我给你分条腿 说着 他就要伸手来扒拉我 我的眼泪 不自觉流了出来 对着爸爸吼 这几年你们给弟弟买牛奶买糖买衣服 带他去拍全家福 却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是小黑一直陪着我 我抄起一旁的斧头塞到爸爸手里 你把我一起杀了算了 反正你跟妈妈也不要我 几个书摆神色尴尬 算了算了 爸爸战红了脸 抬手甩了我一巴掌 你胡说八道什么 谁不要你 要不是为了你们姐弟 你以为我跟你妈 愿意跑那么远去打工 妈妈听到动静过来拉架 奶奶吐着瓜子皮 你这个女儿脾气大得很 要不是我平时打得很 她都能上天 她巴巴巴说个不停 爸爸看我的目光也带着厌恶 妈妈也低声道 不就是一条狗 天天吓你弟弟 你这么护着做什么 寒风刺骨 没有人支持我 也没有人在乎我 我后背紧紧贴着柴房 感觉一只毛茸茸的爪子 透过门缝扒拉在我手心 是小黑 隔着老旧的门板 他发出嘀嘀的呜呜呜声 我握住他的爪子 仿佛握住这世上唯一的温暖 小黑暂时活下来 但在爸妈眼里 我变成了不听话的孩子 妈妈指责我 一条狗难道比你弟弟的命还重要 你怎么那么冷血 爸爸嫌弃我 天天没人管你 性子都野了 可是我为什么会没人管呢 我以为小黑安全了 可正月十五这天 我去村头看耍龙 回来的时候 正好撞见狗贩子 用三轮车将小黑拖走 他双腿双脚都被捆着 绝望地哀嚎 我追着三轮车一直跑 可最后 他被淹没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里 我哭着回家 声嘶力竭地质问 爸爸轻飘飘地说 一条狗而已 回头再给你弄条听话的回来 就是 奶奶翻白眼 早就该弄死了 烦死人 幸好还卖了一百五十块钱 不算亏本 也就是在那一刻 我恍然醒悟 他们不爱我 不管我多么温顺乖巧 不管我做得多好 他们也不会如爱弟弟那样爱我 所以 我为什么还要期盼 还要讨好呢 第二天 爸妈又带弟弟去浙江了 他们要让弟弟在那边念昂贵的私立幼儿园 临行前妈妈给我砸费生活费 她数了五百块出来 想了想 又抽走一百后 递给我 我跟你爸赚钱不容易 你要省着点花 他们一走 奶奶就露出真面目 一言不合 就拿着火钱要打我 这一次我不再乖乖被打 而是跟他扭打成一团 抢过火钱 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 用力抵在他的脖子上 狠狠道 我以后再也不会任你欺负了 我会越来越大 而你只会越来越老 你打我一下 我就打你三下 你包我的衣服 我就把你衣服也撕了 等你姥姥躺床上动不了的时候 我还会给你喂屎喂尿 老太婆被吓到了 熬得一嗓子哭了 她跟全村的人宣扬我的恶行 那些沈奶奶博奶奶高高在上的教育我 她是你奶奶 你这样不像要遭天打雷劈的 我面无表情 那现在我没被劈死 是不是老天爷觉得我做得对 他们哑口无言 这年夏天 村里有了一件大喜事 宋伯伯家的昭昭节 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 他有个弟弟宋木 宋伯偏心 不肯攻他 他是自己费了好大劲 才得以读高中的 通知书寄到的那天 宋伯满村炫耀 我们这些孩子也去看热闹 我摸着烫金的信封 上面的建筑古朴庄重 让人心生向往 我傻傻发问 读了大学 以后是不是就能赚好多好多钱 招招姐摸摸我的头 也不一定 但读了大学 你就不用跟村里很多女孩一样 早早嫁人生孩子 她蹲下来 温柔地注视我的眼睛 小燕子 你才四年级 现在努力还来得及 她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 希望的种子 我上课不再分心 会认真听讲 放学后不再到处封完 开始好好看书 老太婆笑话我 你这个猪脑壳 还想读出一朵花来 读完初中就赶紧去打工 早点结婚收点彩礼 才是正经 女娃读那么多书 也是便宜了婆家 我对她 我多读书多认字 以后你死了 墓碑上的名字 我可以亲手给你写 老太婆 差点被气死 那会村子里的孩子读书 大多是看天分 像我这样 自发努力的并不多 大家都是浑浑噩噩地念着 稀里糊涂地毕业 我们小学一个班六十个人 我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进了初中 那时人口已经开始往大城市流动 乡里的初中被合并到镇上 因为隔得远 所以必须住宿 其他孩子哭哭啼啼 我求之不得 老太婆骂骂咧咧 说干脆别读 现在就去打工赚钱 被村之书骂了一顿 国家规定必须读九年 你不让他去读书 你要坐牢的 你去坐吗 老太婆瞬间就耸了 爸妈不在乎我的成绩 几乎不问 但是他们却特意在浙江给弟弟找了家不错的小学忌读 是走了后门花了钱才进去的 贵才这么聪明 我们得好好培养他 我入学成绩不错 原以为初中可以大展拳脚 可初一的期中 考给了我重重一击 我只排到班级第十五 年级一百多名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我发现 读书真的是有天分一说 同桌天天上课睡觉 下课打篮球 可不管什么题 他只要看过一遍 就都能触类旁通 我需要几十上百遍 才能背下的古文 他看三遍 就基本能复数 对于缺钱的孩子来说 专注读书是一件格外辛苦的事 妈妈给我的生活费很少 更不愿花钱给我买辅导资料 我只能从三餐离省 买五毛一包的咸菜 再从食堂一块钱买三个馒头 一块五毛钱就能过一天 有时夜里饿得不行 就咕噜噜灌自来水 水是免费的 赶集十块钱买的一眼甲的名牌鞋 天天穿着 地不开裂 就买五百零二沾上 反反复复沾了数次 直到体育课上跑步 整个鞋底都掉了 我脚趾和脚底板都破洞的袜子 暴露在空气中 才不得不舍弃那双鞋 我那会已经发育了 可妈妈不给我买内衣 小姑娘穿大人衣服 骚里骚气的 所以我只能把五块钱两件的吊带 缝了右缝 让他紧紧勒在身上 这样就不会四处晃动 比起生活上的窘迫 学业上的艰难才更让我绝望 或许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 我就是没法像别人那样 举一反三 我就是不能七八遍 就大致记住一篇课文 明明我一刻也不松懈 我的成绩就是难以突破 日子很快就到了初三 很多同学都不读了 直接打工去了 奶奶怂恿爸妈 跪才念书要那么多钱 让小燕退学算了 反正只有一年了 读不读一个样 爸妈很异动 妈妈道 要不你跟着我们去浙江 现在厂里带个新人进去 还能有五百块奖金 我断然拒绝 我要读书 我要考高中 我要念大学 奶奶瞪大眼睛 有什么好读的 反正你要嫁人的 而且你这个成绩 也不可能考得上一中 妈妈也道 读完初中就差不多了吗 我不想在他们面前哭的 可眼眶忍不住红了 凭什么呢 我跟弟弟都是你们的孩子 为什么他就可以陪在你们身边 我就要被扔在乡下 你们给他花那么多钱读书 我一学期所有的费用就一千块 就这样你们都不愿意出 心也不是这么偏的吧 我的嗓门太大 左邻右舍都被惊动 院子里有人看热闹 在问怎么回事 爸爸一向爱面子 此刻深觉挂不住 板着脸道 行 就让你再读一年 要是考上一中 就让你读 考不上你就打工 供你弟弟读书 我绷紧的精神放松下来 那一刻 我甚至有点感激爸爸的让步 可当晚 我上厕所时听到了他跟妈妈的谈话 要是小燕考上一中 真让他去读吗 爸爸吃笑一声 他不可能考上的 初三那一年 我真的是除了吃饭睡觉 都在看书 经常做梦 都梦见自己在考场 解不出题 然后大汗淋漓被惊醒 我已经有同学挺着肚子回来了 外面太大 诱惑太多 他们没有被父母深爱过 所以猛地踏入社会 很容易就被男孩的几句甜言蜜语迷惑 有了孩子 稀里糊涂嫁人 浑浑噩噩一辈子 我真的好怕 好怕自己也变成那样 日子很快到了中考 那会流感盛行 很不幸我中招了 一边流鼻涕 一边咳嗽 一边写试卷 头还昏昏沉沉 出成绩那天 正好是弟弟十岁生日 因为爸妈厂里的设备检修 他们都放假 所以一家人都回来了 妈妈在县城给弟弟 订了一个双层的生日蛋糕 家里很多亲戚都来了 弟弟坐在中央 众星拱月 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贵才现在越长越帅了 才十岁就一米五 以后肯定是一米八几的大高个 听说成绩也不错 在班里前十名 是重点大学的苗子啊 我想起我的十岁生日那天 想要两块钱买鸡蛋糕吃 但老太婆没给 那天是周末 我从早上八点等到晚上九点 也没有等到妈妈的电话 她又忘了我的生日 原来生日蛋糕 没有想象中的美味 甜得发苦呢 我将叉子放下 舅爷爷问 小燕这次就跟着你爸妈 一起去浙江打工吧 不 我要读高中 舅爷爷连连摇头 听你奶说你只会读死书 我看你就不是那块料 亲戚们纷纷附和 读书是要靠老天爷赏脑子的 不能强求 你爸妈养你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你现在长大了 也该替他们减轻负担了 一中哪是那么好考的 你一生我一生中 爸爸的播导手机响了起来 他按下免提后 班主任急吼吼的嗓音传来 周小燕在加码 中考成绩出来了 我的心瞬间被高高拽起 就听得班主任说 周小燕考上了 她真是幸运 就比一中的录取分数线多一分 喧闹的堂污猛得一静 爸爸喃喃道 没搞错吧 奶奶白眼翻到天灵盖 你是走的什么狗屎运 亲戚们 你一言我一语 镇上的初中 教学质量不行 一年也就能考三十几个一中生吧 小燕运气真是不错 看来是祖宗保佑 考上了 我真的考上了 我咧着嘴笑 笑着笑着又哭了 不是运气 也不是祖宗保佑 是我用尽了所有的精力 才换来两条腿跨过那道门槛 大家讨论的中心都是我 弟弟很是不满 他大声道 擦现尽的一中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这成绩也考不上好大学 舅爷爷喝了一口老酒 叹道 贵才说的是 我们村里有两个念一中的 连个二本都没考上 小燕这个成绩 我看也是悬 别到时候三年高中读完 钱花了大学 还没考上 竹篮打水一场空 爸爸脸色沉了下来 我心里一慌 赶紧道 爸爸 你答应过 只要我考上一中 就让我去读 你得说话算话 爸爸拉长脸 你要是排名靠前 我肯定让你去读 你现在吊车尾的成绩 读了也是浪费钱 不如早点打工赚钱 我把你养到初中毕业 已经完成了任务 夏日炎炎 天气多变 远处惊雷滚滚 却比不上他这几句话 刺人诈心 我环视一圈 所有的亲戚都避开了我的视线 我嘴唇颤抖 眸色通红 大声吼道 弟弟一年学费 生活费两万多 我只要他五分之一 这都不可以吗 你答应过我的 你怎么能反悔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爸爸豁然站起 抬手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啪的一声 我脑子嗡嗡作响 没大没小 这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吗 我不会给你出一分钱 你有本事就靠自己去读 我捂着肿胀的脸 退后几步 狠狠盯着他 好 等你以后老了 我也不会给你一分钱 爸爸气得面色战红 老子有儿子养 不要你的钱 我转身跑出堂屋 我也不要你钱 我自己想办法 乌云滚滚 黄豆大的雨滴狠狠砸在我头上 我在大雨里奔跑 雨水钻进我的眼眶 在变为眼泪不断涌出 我早该知道的 他们从来说话不算话 当初答应过年回来 我一等就是三年 当初答应不杀小黑 转头就将小黑卖了 我不该信 不该抱有期望 但我不想放弃 我跑去三奶奶家 请她借点钱给我读书 借给你读书可以 让你爸爸来 你一个半大的孩子 怎么借钱哦 我又跑去知书家 希望她能施以援手 她哀声叹气 你伯娘前些日子 查出甚有毛病 我也在筹钱做手术呢 所有可能的人家 我都问了一遍 全都被拒之门外 甚至还有人 要我理解爸妈的不容易 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腿上全是厚厚的泥浆 雨水将头发冲散 死死粘在我脸上 原来夏日的雨啊 也可以如冰锥一样凉 我一路求到了村头 张伯家的儿子张帅 今天二婚 正在办婚礼 很是热闹 新娘是收了二十万彩礼 嫁过来的头婚姑娘 我站在大张树下 看着新娘 被几个闹婚的人抬起来 仰面朝天 在大雨里奔跑 那些男人手脚不干净 趁着抬人时乱摸 大雨冲花了新娘的妆容 她明明很不情愿 却还是咬紧腮帮 挤出一个笑 而张哥就站在门槛上 笑呵呵地叮嘱着 你们小心点 别把人摔了 如果我不念高中读大学 未来的某一天 应该也会被爸妈 收一笔高价彩礼 随随便便嫁个人 然后 在新婚之日 像是猴一样被人戏耍 可我 不想过那样的人生 也不知淋了多久 雨突然停了 一柄大花散撑在头顶 我一转头 迎上一张熟悉的脸 昭昭姐 你怎么回来了 昭昭姐读大学后 跟人合伙开了淘宝店 赚了很多很多钱 极少回村 她笑了笑 回来看老同学的婚礼 好提醒自己 任何时候都不要练爱脑 张哥也看到了我们 她冒雨朝我们冲了过来 站在昭昭姐对面 局促又紧张地打着招呼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进去喝杯酒 昭昭姐抽出一个红包递给她 浅浅一笑 开了车 不能喝酒 新婚快乐 张哥接过红包 目光迷恋地 看着光彩照人的昭昭姐 两酒轻声回 谢谢 昭昭姐揽住我的肩膀往回走 张哥在后面追问 你年纪也不小了 还不准备结婚生孩子吗 昭昭姐回头 人这辈子又不是非要结婚生子 除非我决意与对方共度一生 不然我绝不会将就结婚 昭昭姐一路将我送回家 爸爸宏光满面 正坐在堂屋跟亲戚一起打扑克 他把一对K甩出去 嘲讽道 没人借钱给你吧 现在知道只有我跟你妈 才会心甘情愿养着你吧 我们都是为你好 收拾收拾 过几天跟我们一起去厂里打工吧 冷风瑟瑟 寒气从脚底窜到天灵盖 湿透的我浑身发抖 昭昭姐从院门后往前两步 牵住我的手 置地有声 谁说她借不到钱 我可以借钱给她上高中 她的手瘦而细长 却如火炉一样灼热滚烫 我猛地偏头看她 她朝我微笑 我借给你 我有钱 电影里说 我的白马王子 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 这一刻 昭昭姐就是那个 救我于水火的王子呀 爸爸惊住了 好半天才回过神 他只比一中分数限高一分 我知道 他这成绩考不上好大学的 不是是怎么知道 你要是借钱给他 我不会还你的 没指望过你还 我眼泪滚落 赶紧接话 我还 我将来赚到钱了 连本带利一起还你 但爸爸还是不同意 他耿着脖子 他是我女儿 我不想让他浪费三年时间 你要是去读书 我去一中托 也给你托回来 如果他真的那么做 高中我铁定是念不成了 妈妈拉了拉爸爸的胳膊 低声帮我说了几句话 但爸爸没松口 妈妈叹口气 小燕 你爸就这脾气 我也劝不动 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吧 不相干的人 递给我希望的藤蔓 助我攀高入云霄 我的亲生父亲 却要拿斧头狠狠砍断 拽我坠落进岩浆 招招姐的眉头轻轻促起 附在我耳边 说了两句话后 先行离开 闹了这么一通 亲戚们都回去了 贵才很不开心 周小燕 你又瘦又矮又蠢 读了高中也没用 你偏偏挑今天闹事 是不是嫉妒我 故意这么做的 我紧紧捏着拳头 死死控制着一巴掌 抽死她的冲动 挪动脚步到了爸爸身边 低眉顺眼地说 三年高中 我不用花家里一分钱 万一我考上大学 以后肯定能找到 更高薪的工作 也能多赚点钱 补贴家里 补贴桂材 你看曹曹姐 她要是没考上大学 能赚这么多钱吗 而且读了大学 以后才能谈到 更好的对象 财力也收得高 我笑着看向贵财 等我以后赚大钱了 也给你和爸爸买房子 买昭昭姐那么好的车 我继续给妈妈和老太婆画饼 奶奶 妈妈 等我赚钱了 给你们买金镯子 接你们去城里住大房子 哪怕我考不上 也就是损失在流水线赚三年的钱 大不了我高中毕业再把这笔钱补上就是了 这一刻 我穷尽了这辈子的演技和智慧 爸爸依然在犹豫 知书这时冒雨赶了过来 他的裤腿上都是雨水和泥浆 胡乱用衣袖擦了把脸道 又不要你们夫妻出钱 这高中还是能读 万一小燕能考上大学 以后你们夫妻不就赚翻了 贵才有个大学生姐姐 以后也有个依靠啊 知书在村里说话很有分量 爸爸将手里的烟掐灭 一拍桌子 行 那你就去读吧 也就是我跟你妈才惯着你 你看村里那么多姑娘 都是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 可是他们都没有考上一中 柳叔家的末节 考上二中柳叔都供他读了 但这些说来无用 他们从来只会承认 自己眼睛愿意看到的事实 高中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我的成绩垫底 被分到十五班 入学的摸底考 我考了年级倒数三十八 在我后面的那些 绝大多数是靠前或者全进来的自费生 发成绩单时 班主任老王神色严肃 这次考试 我们班总体排名年级倒数第一 主要是某些同学严重拖了后腿 希望七中考 这种情况不要再发生 那一刻我深深低着头 脸火辣辣的 招招姐一次性给了我四千五 除了学费 住宿费 服装费 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我还剩下两千五 但我不敢乱花 还是跟初中那会一样 早餐吃馒头 加免费的稀饭 午餐晚餐 一份饭 一份素菜 一碗免费的汤 军训发的鞋子 结束后大家都收起来了 只有我拿着当换洗的鞋子穿 学习上我也很认真 从不懈怠 课间休息 大家都出去打闹 只有我除了上厕所都不出门 同桌都笑我屁股长在了椅子上 我周末极少回家 也不逛街 就是在教室或者宿舍学习 我买了个手电筒 白天在教室偷偷充满电 晚上熄灯以后躲在被子里再看一小时的书 既然天资愚钝 那我就勤能捕捉 可天不遂人愿 我付出那么多时间 期中考试 明次只往前走了二十 依然是当之无愧的吊车尾 看到成绩这一刻 我是崩溃的 要知道 如果在山脚我都无法往上迈步 那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攀登高峰的可能 我越是努力 就发现自己缺失的越多 我知道自己不聪明 那就笨鸟先飞 比别人多花时间 我打着手电筒学到凌晨两点 第二天却在课堂上睡着了 错过了重要的知识点讲解 错过一步 就要花十步百步 才能追上进度 如此一个学期 高一期末考 我考了年级 倒数四十 跟入学摸底考试差不多 说明这一学期 我没有任何的进步 一直在原地踏步 冬日寒风凛冽 台名榜贴得不够牢 被寒风卷起一脚 撒撒作响 我的名字在角落里招摇 像是薄薄的符咒 即将随风化去 我的心态几乎崩溃 加之奶奶爸妈和贵才他们的冷嘲热讽 我开始怀疑自己 或许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 或许我的命运 就是天地间的尘埃 无论我怎么抗争 最后的结果都一样 要不 放弃吧 沉沦吧 就像我绝大多数的初中同学一样 他们那样的日子 不也是一辈子吗 正是茫然间 招招姐来找我了 她这次是带着男友回来走个过场 她男友是她同学 也是我们校友 一中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清华生之一 我羞愧地告知她我的成绩 头都抬不起来 但她却没指责 只拿出手机 下学期的生活费 我转你卡里 我连连摆手 我还有一千五 足够下学期生活费了 招招姐的手一顿 目光变得严肃 你一学期才用一千 一个月才用两百块 那你从来没吃过荤菜 没吃饱过 更没吃过零食 没买过衣服裤子 鞋子 袜子 这 这些都没关系 我初中三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当然有关系 招招姐语调拔高 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学习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如果你营养没跟上 脑子也就跟不上 你现在省这一点钱 是在折断自己的未来 从下学期开始 你每顿至少要吃一个荤菜 一天要吃一个鸡蛋 喝一杯牛奶 该买的衣服还是要买 她轻轻抚摸着我的背 放低声音 比如内衣 你现在再不注意 以后一辈子都调整不过来 别为现在花掉的钱而愧疚 因为这是给你未来的投资 你值得 你也应该花 寒假过后返校 我去买牛奶 左右比较 最后买了奶粉 奶粉比和装奶划算 我每天早上吃一个肉包 一个白煮蛋 有时再喝杯豆浆 中晚餐一荤一素 睡前泡一杯牛奶 每周末去蛋糕店 买面包编饺料 那个很便宜 中途饿了 可以填肚子 身体不再像从前那样 随时都处于饥饿的状态 大概半个月后 我感觉自己精神比从前好多了 我本来是搬上个子最矮的那几个 还不到一米五 那段时间 却能感觉自己像是竹子 在一节节向上把 裤子眼看着就短了一节 或许是营养跟上了 我脑子也比以前清醒 穿了合适的衣服 我不用再像从前那样 含胸驼背 我鼓起勇气 问老师问同学题目的解法 我竭尽全力 去寻找题与题之间的规律 我不再透支睡眠来学习 我告诉自己 不要焦躁 人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 高一下期的期末考 我考到了年级六百名 我们年级 一共有八百多人 虽然还是中等天下的成绩 但好歹不算倒数 我挺开心的 但贵才得之后 吃之以敌 六百名 你这成绩也太烂了吧 你脑子里全是屎吗 爸妈也紧锁眉头 你真的不是读书的料 要不就算了 我就当他们在放屁 学习这座高山 我具体能爬到什么位置 或许天赋要占很大的因素 至少现在 我路子没有走错 高二一整年 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学习节奏 那会网络已经很发达 好些同学一放假 就去网吧打游戏或者上网 有些家境好的 已经买了智能手机 只有我 还像是山里的野人 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要不是学校开设了电脑课 我可能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 或许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吧 高二下期文理分班 我以最后一名的成绩 进入理科重点班 连班主任老张都笑 周小燕 我记得你当时就是压着陷进的一中 现在又压着陷进了重点班 该不会高考 你压着陷进个985吧 985 我想都不敢想 这些年一中的好的生源 都被市里的高中挖走了 理科两个重点班 120个人 能考上985的 最多50人 我能上个一本 就已经要烧高香 整个高二高三 除了过年和暑假学校宿舍 不准留人外 我几乎没有回过家 更想不起来给爸妈打电话 倒是在我进了理科重点班后 妈妈每隔半个月会打个电话倒宿馆呢 来来回回都是那几句话 吃饭了没 别饿着肚子 在学校好好学习 别跟人起冲突 好好学 以后考上好大学 跟你弟也可以相互依靠 不是依靠 是可以让柜材趴在我身上吸血吧 文理分科后 课业变得更加紧张 学校还有顶替制度 平行班的优异者 可以把重点班的吊车围顶下去 对于我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这天学得眼睛胀痛 我趴在走廊上吹风 放松下眼睛 晚餐时间整个教学楼都没几个人 同班的学霸杨兰靠在我旁边 突然问 周小燕 高考结束后 你最想做什么 我正了下 摇摇头 我不知道 你呢 晚风吹动他额间的碎发 夕阳的光沉入他的谋底 他笑了笑 想连续通宵打一个月游戏 我都不会 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会更好 我吃饭去了 他走出几步后 停下脚步回头看我 周小燕 你以后有不懂的题 可以来问我 我跟他以前不是一个班的 压根不熟 但我脸皮厚 他既然这么说了 从那以后 有不懂的 我就逮着他问 有时候 他都要来火 你也去问问别人吗 但发泄完 他还是会耐心把题给我剖析清楚 那时候 觉得每一天都是漫长的 前方似乎有泰山那样高的知识 等着我去消化 我经常期盼着第二天就是高考 早死晚死 反正是要死的 但真的到了高三 又恨不得能回溯时光 让我回到高一 能再多学点 整个高三 我一直在努力 但成绩进步并不明显 始终在年级一百名到八十名打转转 万幸的是 也没有被顶走 牢牢地做了重点般的钉子虎 高考前一周 爸爸难得给我打了电话 问我准备得怎么样 手里的钱够不够 我捏着话筒 不够的花 你会给我打钱吗 他语气瞬间拔高 宋朝朝一个月给你快五百的生活费 这还不够你花的吗 你钱都花哪去了 怎么就不知道省着点 你听 这人多虚伪 我运气不错 高考的考点就在本校 考试前晚 教学楼不准进入 老张让我们别学习了 放松心态 月明星夕 往日喧闹的校园此刻 格外安静 我从宿舍信不出来 在操场碰到了杨兰 她躺在升旗台上 双手枕在脑后 明月温柔地裹住她 远处的池塘里 还传来阵阵挖鸣 我走过去 问 我今天碰到一个题 实在想不通 她翻了个白眼 打断我 周小燕 到底是什么 在支撑着你 这么不要命学习啊 我顿了顿 轻声答 是恐惧 她一正 翻身做起 神色有点不自在 我将入高中前 撞见张哥二婚的 场景描述了下 笑了笑 我经常会做噩梦 梦见自己 就是那个被扛进鱼里 被人乱摸 被零花妆容 还不能发脾气 得保持微笑的新娘 如果她念了大学 嫁给真心爱她的男人 她应该不用遭受那样的对待吧 杨岚深深凝视我 周小燕 你一定能考上大学 这辈子 没人能强迫你嫁给你不喜欢的人 是吗 我真的可以吗 窗外缠声连绵 答题卡已经发到了我的手上 我拿出二臂铅笔 心里默念 为了逃离父母 为了婚姻自由 为了新的人生 为了无数个努力的日日夜夜 我要好好考呀 考完两场 正好碰到杨岚 我迫不及待 今天数学倒数第二题 她大声打断我 周小燕 你够了哈 现在对答案有个屁用 咱们专注明天的考试行不行 行吧行吧 真想钻进她脑子里 看看她的答案 是几 最后一场结束 好多同学都开始 从楼上往下扔书扔试卷 随意被撕碎的试卷 纷纷扬扬挑着 像是失去翅膀的蝴蝶 杨岚也咆哮着把自己的习题集扔下去 见我抱着书往下走 她一把拦住我 你把这些书留着干嘛 你难不成还要复读 无论好坏 就这一次 我的人生 不会有复读的机会 我摇摇头 不是废纸能卖钱的 她挣了下 卖多少钱 三毛钱一斤 你不早说 她一把拽起我 走走走 去哪儿啊 去楼下捡钱啊 我们捡了很多书和习题册 堆成了一座小山 卖了八十多块钱 杨岚买了两个可爱多 夕阳已然落幕 晚霞盛大而灿烂 我们坐在升旗台上 吃可爱多 我小心翼翼舔了一口 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吃甜筒 好甜啊 杨岚将手里刚撕开包装的可爱多递给我 这也给你吃 我看入她的眼底 杨岚不要用那种可怜的眼神看我 不管结果如何 我已经全力以赴过 我很好 我不需要怜悯的 她收回目光 看向西洋坠落的方向 最后一丝晚霞 将她的眸子照得澄澈透亮 她轻轻说 我不是可怜你 我是佩服你 佩服你的毅力 佩服你一次次被打击 却始终能坚持到底 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我像你这么努力 我应该能考清华北大 我白了她一眼 做梦吧 能考清华北大可不是凡人 光有努力不够的 她累了我一拳 哥也是天才好吗 当晚 我给昭昭姐打了个电话 昭昭姐 我考完了 感觉不是很好 她那边还很吵闹 几秒后 我听到背景音都消失 她清爽有力地声线传来 别想太多 尽人事 听天命 我信你已经用了权力 剩下的就交给老天爷吧 回村第二天下起了大雨 老太婆冒雨去打麻将 结果摔了一跤断了腿 胳膊也动不了 爸妈太忙 没时间回来 让我在家照顾她 老太婆躺在竹床上 也不安分 嫌我做的饭不好吃 嫌我给她倒得水太烫 嫌我衣服没洗干净 天天骂我是小婊子丧门星赔钱货 骂就是我那天骤她雨天路滑别出门 她才会摔跤 当初我就不该信了你的鬼话 看你这晦气样也不可能考上大学 那时候你生下来就让你淹死在粪缸里 这样你爸也不会丢工作 等我好了就让你爸把你嫁给王村那个老光棍 找他要三十万彩礼 养你十八年 你总要回报家里 你是不是聋了 绿豆水煮好沫 我从厨房端来热气腾腾的绿豆水 一把薅住他头发 把他头抬起来 往他嘴里灌 我咬牙切齿 是 谢谢你养我 我现在好好回报你 老太婆不断反抗 但喉咙下意识吞咽 被烫得半死 一碗绿豆水灌完 他喘着粗气哑着嗓子 你 你敢这么对我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拔高声调 这都是跟你学的呀 小时候汤太烫 你嫌我吃得慢 就是这么惯我的 我扯了扯他身上刚才因为挣扎被溅上绿豆水的衣服 露出一抹邪恶的笑容 奶奶 你衣服脏了 身上也脏了 我帮你洗洗啊 外面的雨还在下 我连人带竹床外面拖 老太婆目光惊恐 你要干什么 你反了 是不是 我是你奶奶 我都懒得搭理她 将她拖到屋外 大雨噼噼啪啪砸下来 我对着她微笑 脏了 就要洗 让老天爷给你洗 还能省水 我一把将她的上衣拽下来 老太婆双手抱胸 发出惊恐的尖叫 你的小杂种 我是你奶奶 你这么对我会天打雷劈的 我撑着一把大黑伞 笑了 我不怕 劈死我好了 要是老天爷真的这么公道 你以前把我脱光 在院子里狠狠打我的时候 他怎么没劈死你 你现在可以叫得再大声点 让全村人都来围观 你的儿子孙子再好 现在他们在你身边吗 我目光充满怨毒 他们压根不管你死活 你现在只能靠我 他们可能比我更盼着你死 这样好少一个负担 我狠狠盯着他 不言想将他掐死的冲动 暴雨噼里啪啦 砸在老太婆的头上身上 渐渐砸灭了他 眼底滔天的愤怒 害怕和恐惧层层涌上 他将自己卷成一团 轻声道 以前是我错了 你先把我弄进去 我举着散退后几步 回到屋檐下 一如多年前的老太婆 淡淡开口 别急 洗干净了 我就让你进来 洗了个冷水澡 老太婆发烧了 哼哼唧唧给爸爸打电话 希望好儿子回来照顾他 爸爸很为难 妈 我这场礼请不了假 那贵才呢 贵才放暑假总有时间吧 他要上补习班 而且我们最近为了他升学的是正忙呢 你就别添乱了 老太婆咒骂个不停 爸爸直接挂了电话 从那天开始 老太婆安分了 再也不敢对我大呼小叫 谨小慎微地看着我的脸色 胶着的等待里 总算到了初分的日子 我跟杨岚 还有两个朋友一起 约好去县城的网吧查成绩 所以一大早就出了门 进了网吧 心不在焉地玩了一会五子棋 时间到了 我们齐刷刷打开查分网站 输入证件号码 几秒的缓冲 却感觉有几年那么漫长 总算 页面上跳出了分数 总分596 那年里科一本线512 我脑子空白一片 这一瞬是无法思考的 是杨岚的声音将我拉回线时 还可以 你算是稍稍超长发挥了点 按往年的分数线 你应该能上个211 他说完后 递给我一张纸巾 考得好应该笑 哭什么 我哭了吗 我茫茫然伸手擦了一把脸 擦到一片如湿 原来我真的哭了 我哽咽问 你呢 还不错 667 两个室友也都是正常发挥 佳佳不断刷新着查分网站 轻声说 所以 一切都结束了 我点点头 是啊 一切都结束了 佳佳瓦蒂一声哭出来 一切都结束了 这仿佛开了罚 我们几个抱在一起 大声痛哭 或许 每个人都跟我一样 有过去有故事有伤口 读书 是我们逃离的手段 是我们腾飞的翅膀 三年辛苦 此刻终于有所回报 感谢老天爷 在关键时刻 终于还是眷顾了我 吃完庆祝饭 我赶着末班车回了村 到了家 却发现 爸爸居然回来了 家里还来了人 老太婆手已经恢复 就是脚还走不了路 此刻他阴沉沉盯着我 对陌生的男人道 这就是我孙女 还是刚毕业的高中生 你看看这个头 这相貌 这脑子 三十万彩礼不贵的 满脸斗坑的中年男人 看着我 眸底闪烁着恶心的光芒 三十万我拿不出 最多给到二十 爸爸沉着脸 二十你打发叫花子呢 我当宝贝一样 养到十八岁 可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娶回去的 要不是贵才那边 急着用钱 我也不舍得将女儿 这么早就嫁出去 原来贵才要读重点初衷 可记读生 不是那么好劲的 得给好处费 爸妈这些年赚的钱 几乎全花在他身上 此刻筹不到钱 就从我身上想办法了 失望和怒火 层层翻涌 如滚烫的岩浆 将我彻底吞没 我深吸一口气 逼迫自己平静下来 我考上大学了 一本县五百一十二 我考了五百九十六 我能上个不错的大学 爸爸很惊讶 考这么高的分 你没哄我吧 我已经满十八岁 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我没搭理他 拔高音调 我不会嫁人 这位大叔 你愿意给彩礼你就给 反正我不会嫁 谁收你彩礼 你就让谁嫁你 但我建议你想清楚 别竹篮打水一场空 爸爸怒涩上冲 周小燕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历声反驳 翅膀硬了的态度 说完 我转身跑出了院子 爸爸在背后追问 天都要黑了 你去哪 你不回家 你还有其他地方可去吗 家 有爱的地方才叫家吧 这个满是豺狼虎豹 充满算计 将我当成货品一样的地方 怎么会是家 我跑到村口 给昭昭姐打了个电话 正好她有朋友回了县城 连夜将我带去了她那里 她如今生意做得很大 用人的地方很多 我们早就说好 等高考成绩出来后 我就来她这边做暑假工 那会高考志愿 已经是网上填写 我已经成年了 可以自己选择学校 选择专业 他们就算是我的亲生父母 也无法再干预我的任何选择 填学校和专业 昭昭姐给了我很多建议 第二天 妈妈把电话打到了昭昭姐这里 她语气很温柔 小燕 你学校都选好了 你爸跟我还是很支持你读大学的 当时是以为你考不上 才让你相亲的 宋朝朝很喜欢你吧 她那么有钱 你能不能跟她说说 让她借点钱给我们 你弟是个好苗子 不能浪费了呀 她是你亲弟弟 你们以后还要相互扶持的 我还欠着昭昭姐的钱呢 你当她是冤大头吗 难道她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昭昭姐接过电话 不嫌不淡地开口 审子 我公司现在还欠银行几百万呢 你要是手上有钱 不如替小燕先把钱还给我 妈妈慌了 急急忙忙挂了电话 昭昭姐这里借不到钱 爸妈想出了新法子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 他们给我大肆操办升学宴 半久能收一笔不小的礼金 可以给柜采用 因为要回去拿户口本 所以在升学宴前两天 我也回了家 到家第二天 我就拿着通知书和户口本 去派出所办好了户口迁移的相关手续 我成年了 以后户口也不在这 只要我没有道德 这一家子就再也不能绑架我 次日的升学宴上 所有的亲戚和村里人都夸爸妈好福气 小燕考了个重点大学 贵才成绩又好 你们夫妻后福不浅哦 姐姐这么有出息 贵才以后有靠了 你家小燕虽然不很聪明 但这运气真的好 爸爸喝得红光满面 大声道 也就是我跟他妈 才这么培养他 要是生在其他人家 他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 小燕还说了 以后赚钱了 要给我和他妈买大房子住 对吧 爸爸笑容满面地看我 我面色凉凉的 是说过 但是我不准备旅行 爸爸脸色一僵 宾客们也面面相去 我勾起一抹讽刺的笑 你们从小把我扔下 任由老太婆打我骂我 从不给我出头 贵才穿两百衣装的名牌鞋 我想要十块钱买袜子 都要被骂一顿 初中三年 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吃饱过饭 我发烧到四十度 给你们打电话 想拿点钱买药 你们说吃药不好 扛一扛就过去了 但贵才咳嗽几声 你们就忙不迭送他去医院 我考上一中 你们不让我去读 所有的钱都是朝朝解之缘的 整整三年 你们一分钱都没给过我 没给我买过一双鞋子 一件衣服 就是种花生 还要是非浇水呢 你们把我放在乡下 自生自灭 却想我大学毕业后 趴在我身上吸血 做梦 村子里 众男轻女其实是常态 但做到爸妈这个份上的 还是不多 宾客们都惊呆了 议论纷纷 贵才妈不是经常说自己 对女儿不错吗 这心眼偏到屁眼里去了吧 不拿女儿当个人 这贵才奶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时候没少打小宴 爸爸面上挂不住 抄骑手边的饭碗就往我身上砸 你个小杂种 老子是你爹 这辈子孝顺我都是你应该的 我侧身避开 但酒杯还是沿着额头擦过 滑出一道血痕 妈妈上前劝和 满目失望 小燕 你当初答应过爸妈 以后要孝顺 要帮扶弟弟的 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我捂着额头冷笑 这都是跟你们学的呀 当初答应不杀小黑 后来为什么把他卖了 你们当初答应我 考上一中就让我去念 后来怎么又反悔了 我出而反而 都是你们教女友方 气氛剑拔弩张 舅爷爷指责我 周小燕 这是你爸你妈 百善孝为先 你看看你什么态度 我的态度比你好 我对回去 太外婆当初病了 你怕花钱 不肯送她去医院 你就孝顺了吗 舅爷爷背对的一个字 也说不出 坐在桌上拼命拍胸口顺气 爸爸狠狠一拍桌子 周小燕 老子是你爹 这辈子都是 你休想甩开我 我深吸一口气 语气平静 等你有天老的实在走不动道 去法院打官司 怕我每个月付你八百或是一千赡养费 我不会拖欠的 我目光一一扫过场中众人 你们觉得我不孝顺也无所谓 我不在乎 我将胳膊上绑的红丝带解开 轻飘飘地扔在地上 再一脚踏过去 我先走了 你们慢吃 走出洗棚 撞见桂材躲在大树后 拿着妈妈的手机在打游戏 他讥讽我 烤了个二一一 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你不会以为你很厉害吧 至少目前比你厉害 矮胖子 桂材大怒 你骂谁矮胖子 一米五几一百四十斤 大腿比我腰都粗 你不会以为自己很高很帅吧 你们班上同学没有给你取什么饭桶水缸之类的绰号吗 这一瞬 桂材的脸色红红又白白 我吹了个口哨 美滋滋的 哟 被我猜中了 可惜 我现在 又瘦又高了呢 以后到外面 可别说你是我弟 我丢不起这人 三年前 她生日那天曾说过 又瘦又黑又矮 你可别说你是我姐 我丢不起这人 当初那个十岁一米五的小孩 三年过去 也只长了几厘米 体重倒是翻了一番 而当初一米五不到的我 如今抽条长到了一米六六 作为一个南方女孩 这个身高足够了 暑假接下来的时间 我都在昭昭姐那里度过的 快开学前 她给我结算工资 我拒绝 这些算我先还你的 你还欠银行那么多钱 我也帮不上忙 她扑痴一笑 你不会以为 欠银行钱很惨吧 做生意的 谁能不欠银行钱 银行愿意借钱给我 说明我信誉好 值得他们投资 但我欠你的钱 也要还上 招招姐 看向窗外翻卷的刘云 当初借钱给你 从未想过要你还 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 那以后 就去帮其他需要的人吧 我是靠德博的资助 才有今天的 这些年 我前前后后 资助了十来个 有需要的姑娘 如果你们美人 也资助两三个人 你们资助的人 再美人资助几个 她常常出口气 总有一天 这世上 想要读书的女孩 都能有书读吧 远处的天 被晚霞染成瑰丽的飞红 我手紧紧收成拳 是 总有那么一天吧 入学后 我马上去办了户口迁移的手续 变成了学校的集体户口 我大学跟朝朝姐的城市隔得不远 周末坐地铁就能到 朝朝姐让我继续在她公司兼职 平时就线上处理一些工作 周末坐两个小时地铁去公司加班 我还接了一份家教 我忙得像是个陀螺 每天一沾床就睡 梦里不是在处理工作 就是在上专业课 可我好自由啊 再也不会梦见被老太婆打 再也不会梦见自己变成大鱼里的新娘 再也不会梦见自己变成河棒 被一群水智紧紧纠缠 我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 衣服裤子鞋子 厂里都能免费提供 吃就在食堂解决 住宿一年一千二 很便宜 我每个月赚的钱 基本全存下来了 到了大二期末 我已经有了六万多块存款 那段时间 朝朝姐正跟张邪哥说 吵比特币的事 有天我们一起吃饭 她问我 你那六万块 要不要也买点 那会一个比特币近三千块 对于我来说是天价 一定会涨吗 朝朝姐轻描淡写的 未来几年 应该能翻十几倍吧 具体数额我也说不准 我咬咬牙 好 那我也买点 你要买多少 全 全买了吧 我信你 朝朝姐放下叉子 笑了 行 你既然这么信任我 亏了算我的 朝朝姐眼光很好 我买入后 经过短暂的下跌 之后价格就一直上扬 短短几个月就翻了一倍 大三那年暑假 妈妈辗转多次拿到了我的手机号 这几年 我没有回去过 她絮絮叨叨说起家里的事 去年冬天下雪 老太婆出去打麻将 结果摔了一跤 发现得太晚 送到医院已经脑梗 缓不过来了 现在瘫痪在床上 屎尿都要人伺候 爸妈不愿意回家 花钱请村里人帮忙照看 老太婆有一顿没一顿的 因为长期不挪动身体 还生了乳疮 每晚痛得嗷嗷叫 妈妈低声道 她以前老是打你欺负你 如今也算是遭了报应 小燕 过几天是你生日 现在学校放假了 你回来一趟吧 我们一家人好久没聚聚了 我打断她的温情默默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妈妈深深叹气 是你地贵才 现在不能戒毒 得回县里读高中 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前挺乖的 初中后心就野了 现在成绩太差 一中不肯收 得交五万块赞助费才行 我跟你爸这些年 也没存下钱 你跟着宋朝朝应该 我断然拒绝 我也没钱 就算有钱 我也不会花在他身上 妈妈急了 他是你亲弟 是你唯一的弟弟 我跟他从小没生活在一起 没有感情 我很冷漠 再说 送孩子读书是父母的责任 不是姐姐的 我连你们都不想养 你觉得我会管他 妈妈哽咽道 我知道以前是我们对不起你 但我跟你爸也是不得已 我们好歹没扔了你 没扔了我 原来是需要我感恩戴德的事 我吃笑一声 所以 法院以后判我的赡养费 我不会拖欠的 我挂断电话 外面日光正好 微信里有好友添加的信息 是妈妈 我没通过 还有未读信息 来自杨岚 她发了张地铁站的照片 来你城市旅游 我要坐几号线才能到你学校 你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意 后继 不知爸妈从哪里弄到了钱 贵才还是去念一众了 不过她成绩很烂 一直是倒数 杨岚来旅游 我全程接待 临走那天我送她去火车站 她就像是口袋里有刺一样 挠个不停 后来掏出了一个手势盒 里面是一条金手链 她很紧张 我 我用我兼职的钱买的 你现在已经飞得太高 我敢 感觉抓不住你了 但我还是想 想问问 周小燕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人来人往的火车站 她的脸比检票的提示字幕还要红 我微笑着朝她伸出手 手链不错 给我戴上 人生很长呀 我还是想 在最好的年龄 跟一个感觉不错的人 是一世爱情的味道 我们顺利成章在一起了 我也是那时才知道 原来她一直也在默默准备考研 和我备考一个学校 我们顺利考上了研究生 在同一所大学会合了 机缘巧合 我资助了两个山区的女孩 我开始明白朝朝姐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当我们身处泥泞 一百块钱都事关生死 可其实你爬出去后回头看 一个月五百的资助费 真的是一笔小钱 可这笔小钱 却撑起了一个女孩的梦想和人生 延二那年 贵才参加高考 过了专科线 考得真不错 我得知这个好消息 跟杨岚出去吃了顿大餐庆祝 不久后我开始找工作 朝朝姐邀请我去她公司 工资比不上大厂 但她给了我数目可观的股份 我跟你张哥想去其他领域闯荡一下 你在公司这么多年 也算是劳骨干了 以后这边你得帮我顶起来 也是那年 我将当初的二十个比特币卖掉 用套现的钱买了套房 六万块的投资 短短四年多的时间 变成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 这次连爸爸都给我电话了 听说你买房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多大的面积 我跟你妈住个次卧就行 你弟年纪也不小了 这房子到时先借给她结个婚 我毫不留情 洗把脸清醒清醒 以后别做这样的梦 我的房子 跟你们 跟周贵才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他们还找到了 朝朝姐的公司闹过 但我是股东 随便闹呗 谁还能开除我 他们也想进我住的小区 可惜安保严格 没有业主的同意 他们也进不去 妈妈经常给我发小作文 诉说自己的思念和懊悔 爸爸的电话 也由一开始的态度强硬 变得软化讨好 他们大概明白 废柴儿子靠不住 非但不能养老 还要靠他们买车买房 他们可能后悔 当初没有装模作样的爱爱我 但我想 这辈子儿子在废柴 对他们来说 也比女儿好 他们永远会爱周贵才胜过爱我 但那又如何呢 我不在乎 我已经强大了 不管是父母又或者旁人 他们的爱 都只是我人生的锦上添花 我爱我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